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美国试图以军事打击的方式逼迫野门胡塞武装放弃对红海的封锁 但是 事与愿违 胡塞武装不仅没有放弃 还加码了 根据1月29日 野门胡塞运动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准教宣布 在1月28日晚 在亚丁湾海域对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序列下的远征基地舰 刘易斯普勒号远征基地舰发射了一枚反舰导弹 这是野门胡塞武装迄今为止攻击的最大军舰了 刘易斯普勒号远征基地舰属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 驻扎于美军在巴林的海军基地 这属于本世纪初美国在游海道路战略下发展的新型舰艇 实则为大型民用船只基地之上发展一种辅助舰艇 满载排水量8万吨级 全长233米 宽50米 绝对是一艘巨轮了 采用柴电推进系统 最大航速15节 续航能力9500海里 远征基地舰的舰体中部采用独特的上下层甲板设计 上层甲板是4800平米的直升机起降甲板 设置有四个停机位置 上甲板前端还设置有大型机库 可以容纳四架重型直升机 下层甲板是一个开放式干船物 按美军的构想 这是一款多用途的军舰 主要在两栖作战中充当海上的换乘平台 可以搭载气垫登陆艇等装备 也可以作为航空平台 可以搭载无人机 CH-53直升机 Cv-22悬翼机 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舰载机 还可以运输美军的坦克装甲车辆 突击快艇 扫雷装备 无人艇和武器弹药 可以运输大量油料和弹药等 目前 美国海军拥有三艘远征机动机地舰 全都以前沿部署的姿态分散在三个热点地区 刘易斯·普勒号常年部署在中东针对伊朗 另一艘则部署在希腊的克里特岛苏达湾海军基地 负责地中海和黑海等地区的支援任务 最后一艘米格尔基斯号 隶属于美海军第七舰队 经常活动在西太平洋 此前还潜穿过南海 远征机动机地舰和航母差不多大 但建造技术很难与航母相比 美军的远征移动机地舰由民船改装而成 本质上是一种登陆作战中的辅助性舰艇 建设工期短 成本也比较低 大概6.5亿美元 而一艘排水量5万吨的美国级两栖攻击舰 建设成本高达30亿美元 根据美军的作战思路 远征移动机地舰用于在危险性 比较低的地方执行任务 因此在设计和建造时 并没有采用军用标准 而是选择民用标准 又大又慢 抗打击性能很差 这次美军刘易斯普勒号远征基地舰遭打击 也算开始了一个历史记录 野门反舰导弹首次打击美军准航母 目前美军至今没有任何的回应 更让怀疑是否真的击中了 考虑到该舰的特点 很可能运载有大量的武器弹药 一旦被击中 很可能引发迅爆火灾 远征机动基地舰的出现 是为了满足美军提出的 远征前进基地作战而提出的 旨在能够在冲突地区 快速建立临时的阵地 通过远征机动基地舰 这样具有强大投送能力的舰艇 提供后勤保障 不过 这种战术只能用在海军实力弱小 对海打击能力不足的中小型国家上 美军认为 有信心完全控制波斯湾 制空拳和制海拳 远征机动基地舰投入使用时 自身的安全能得到保障 可是这次 即便美国海军在野门周边 部署了很多的军舰 包括航空母舰 但还是拦截失败 在此之前 胡塞导弹刚刚击中了 英国的马丁·罗安达号邮轮 邮轮满载 美英战机空袭急需的燃料等基础物资 在被击中后发生了爆炸和火灾 后来美国印度法国海军进行20个小时灭火行动 火势被扑灭 避免了沉没 此前还有一段 伊朗产弹道导弹击中红海散货船的视频曝光 其攻击就像在给散货船挠痒痒 这让很多人看不懂了 不是说反舰弹道导弹能对航母一发入魂吗 怎么到了胡塞武装这里就没有太大效果呢 这段视频来自几天前 在红海被击中商船上的闭路摄像系统 反舰弹道导弹 以大约45度角和高速击中船的中部和船头之间 由此产生的爆炸相当有限 一般来说如果是反舰巡航导弹的话 其攻击角度应该是水平攻击船只甲板以下 水线以上的部分 如果是射程非常远的弹道导弹的话 其攻击角度应该接近90度杂向商船 这个45度攻击角度本身就非常有伊朗特色 胡塞武装有多种反舰弹道导弹 最厉害的一种是阿塞夫反舰弹道导弹 源自伊朗的征服者313长约9米 这种反舰弹道导弹的弹体前面还有弹翼结构 就像巡航导弹上的弹翼一样 征服者313外形上与中国红旗2防空导弹非常类似 但是个头要大得多 这次命中商船的反舰弹道导弹 个头没那么大 仍然是弹道导弹的攻击模式 经过比对后可以确认 这是伊朗从中国引进 红旗2防空导弹技术后 生产的塞伊德1地空导弹 然后又在塞伊德1地空导弹的基础上 配备了红外制导弹头 变成了简易版反舰弹道导弹 因为战斗部只有100多公斤 所以才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 中国曾制造了几万枚红旗2防空导弹 后来为了充分利用资源 就发展出了B611战术弹道导弹 伊朗曾引进了完整的红旗2导弹技术 也发展出了一系列作为弹道导弹 也包括反舰弹道导弹 可见同样的反舰弹道导弹 技术层次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胡塞武装的就有好几种 而命中商船的弹道导弹 应该是伊朗反舰弹道导弹中 最为廉价的一种 为了提高射程 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 采用了弹道导弹的飞行路线 导致其飞行轨迹是非常容易预判 再加上飞行速度低 很容易被美军的防空导弹所拦截 就算这样 美军也未能实施有效拦截 到底是拦截不起呢 还是拦截失败了呢 1月27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位高级将领表示 不能指望海军舰艇将美国海军陆战队运送到全球紧急情况 原因就是已经没有多余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等军舰用于意外情况 现在胡塞武装只要把曼德海峡封死 红海的美国军舰就会陷入困境 美国海军舰艇的弹药消耗大 目前必须停靠专业的弹药补给港口进行补给 但是在红海周边 美军没有补给基地 这次海上基地船遭袭 更是雪上加霜 美军战略这些年迅速调整为和中俄海军对抗 在这种情况下远征机动基地舰的存在感就更弱了 美军把米格尔基斯号部署在西泰地区 其实很难派上用场 无论是在第一岛链上的交手 还是干涉台海冲突 这种又慢又大 同时几乎没有自卫能力的舰艇 都没有能力进入交战海域 目前解放军的主流舰载反舰导弹 拥有500到1000公里的射程 在作战飞机和驱护舰编队前出的状态下 美军的后勤和辅助舰艇 几乎无法靠近中国沿海 远征机动基地舰 这种舰艇自然也没有上场的机会 即便仰仗着美军的海空掩护靠近台海 美军的战机和舰艇 也没有信心能完全保障这些大家伙的安全 在解放军援里 远征机动基地舰 就是一个海上移动靶 而且是反舰导弹很容易打击的对象 从美国将米格尔基斯号远征移动基地舰 停靠在距离中国大陆2800千米以外的塞班岛 就可以看出来 美国不敢把这种移动慢的庞然大物放在第一岛链 随着中国反舰导弹在中等国家的普及 远征移动基地舰所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欢迎订阅